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在这边呢 事实上 我们前面也谈过了 到底 切线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如果切线存在的话 或者是这个函数在这个点可为的话 那么 它有些什么样子好的性质 上次我们谈过一个 假设f is differentiable x equal to 0 所以它的意思是 这个极限要存在 好 所以它到底在讲什么 我们上次看到 recall 如果f在a这个点可为 表示它在a这个点一定连续 这是上次我们谈过的性质 事实上昨天的小考我们有问类似的问题 为什么这个会连续 大家应该想一下 当然直观上面 上次我给大家了一个 一个看法 OK 好 那么就像我上一个礼拜讲的 我不要求大家知道 极限的 那个严格的定义 到底怎么运作 可是你对于极限 要有一个感觉 我们来看一下 这到底什么意思 OK 所以 我们说 what does this say for about f if f'a exist 他到底告诉你什么 所以我们应该回来再看这件事 我们要回到他的定义来看 我才能知道他到底告诉我什么东西 OK 我知道一些结论 我知道 如果他可为 他一定有切线 我知道如果他可为 他一定是连续的 可到底 一个函数可为 或者他的导数存在 是 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那 我知道这件事情 对我了解这个函数 有什么样的帮助 Alright 好 回来看这个问题 假设这个极限存在 好 下面我要做一些计算 大家不要抄 我会建议大家回去自己算一遍 看你 大家应该花力气在跟上 知道我在算什么 知道我怎么算 主要是你要知道我怎么去算的 然后后来你可以自己 去把它算一遍 OK 这件事情事实上 我可以把这个f plump of a 一向移到这边来 对吧 而我知道常数函数的极限 就是他自己 所以我可以把这个f of a 移到这边来之后 我可以把它加在极限里头 所以这件事情事实上跟这件事是一模一样的事 可以吗 同意吗 我把f plump of a 移到左边 把它收在这个极限里头 OK 这东西等于0 这个极限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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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这两个相减的极限 就是这两个极限相减嘛 所以跟这件事是完全一样的 可以吗 好 这边我可以通分 通分大家总会吧 x-a f plump of x -f of a -f plump of a 乘上 x-a 这也可以吧 OK 就是通分嘛 可是这件事情 我们仔细看一下 这个大家有没有很眼熟啊 f of a 我把这个负号通通提出来 这个变加的 这个东西大家熟吗 熟 因为刚刚我写出来了 如果这个函数可为 在 a f of a 那个点的切线 方程式就是y equal to 这个 对吧 看得到吗 好 所以这个东西仔细想 到底告诉我什么 我们看一下这件事 这个极限整个 会趋均于零 表示什么 分母 比分子 要来的大 就是说分子相较于分母而言 要很小很小嘛 你这个整个东西才会趋均于零嘛 这样 这样可以吗 可以吗 懂得举手 ok 好 所以 它事实上是告诉你说 你原来的函数 跟这个 切线它的方程式 事实上你把这个切线 把它当做一个一次函数 跟这个一次函数 的差 这个误差 跟你的input 你看到没有 这是input x-a 比起来 要很小 要非常小 所以它事实上 告诉你两件事 第一 当x很靠近a的时候 你的f 的图形 会跟它的切线 很靠近 多靠近 当x很够靠近a的时候 它的误差相较于x-a来讲 要小 而且要非常小 而且要非常小 这是我们说的它的 一次的逼近的部分 我们再回来 在我第一堂课的时候 就讲得很清楚 维基芬在谈什么事 谈三件事 一个是变化率 一个是累加 累积 第三个是什么 approximation ok 所以一个函数可为 它告诉你 它至少有一个 我能接受的 first order approximate 就是一次的逼近 这是一个非常粗的逼近 可是这个逼近 基本上 是我可以做的事情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图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a 这是a加上h 如果我现在知道 这个函数在a点的值 我想要估计一下它旁边 附近的点的值 或者是到它的情形 我应该怎么做 刚刚我们那个图形上 看得很清楚 这是它的切线 对不对 这条是它的切线 所以这个函数的 这个切线的方程式 会等于是y 等于f of a 加上f of a 乘上x 减掉 a 这个是 这个地方 我们仔细看起来 这个点 会是f of a 加上 h 所以 它跟f of a 的差 应该是f of a 加 h 减掉 f of a 这是实际上的误差 ok 可是 我们在做的时候 follow这个 idea 下面应该还有一个图 下面应该还有一个图 好 看到没 这是你的切线的部分 ok 好 那么 这个地方 这一件事情 告诉我们什么呢 它告诉我说 然后 我这边把图画在这边好 然后会比较清楚一点 然后会比较清楚一点 这边这个地方告诉我 这是我的 a 这是我的 x 好 太快了 太快了 ok 假设 a 这个点 我是清楚的 唯一条切线 ok 所以这是 a f of a 所以这一点呢 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什么 这一点应该是什么 x 所以这个高度应该是多少 应该是这个直线的部分 应该是 f of a 加上 f of a 乘上 x 减掉 a 对吧 这一条直线嘛 这是它的 x 的变化 是 x 减 a 嘛 这是它的变化率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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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可是你函数值 真正的值在这里 好嘞 所以我真正想要求的值是这个 跟这个值差多少 差这一段 这一段是什么 这一段 就是我们刚刚这边算的东西 看到没 这一段就是 f of x 减掉 f of a 加上 f of a 乘上 x 减掉 a 看到没有 减掉这一段嘛 所以这是什么 这是它的误差 如果你用切线 去逼近这函数图形的时候 去计算 f of x 的值 它的误差 它的误差 它真实的误差是这一段 那么如果它的切线存在 或者它在这个点可为的意思 表示什么 这个误差跟 x 减 a 比起来 当 x 很靠近 a 的时候 它要非常非常的小 OK 今天我们谈过嘛 它等于 0 我至少可以让它小于 1 所以当 x 够靠近 a 的时候 这个误差绝对会小于 它的 input 的差 这样懂我意思吗 所以它事实上就告诉你说 如果你要做一个最初最初的估计的时候 f of x 的值 当 x 很靠近 a 的时候 差不多差不多就是这个值 当 x 靠近 a 的时候 这就是你们课本 放在第 8 还是第 7 节 谈的 linear approximation 事实上我把它拿在前面来考虑 是因为这个东西事实上 我们在谈 以我个人看来 我是觉得 它在谈微分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件事 它比后面微分怎么算 可能都还重要 因为这个东西会告诉你拿来做什么 也就是说我先把它 先看它线性的部分 去了解这个线性的情形 我才有可能进一步再去了解这个函数 我连线性的部分都搞不定 我根本就不可能做其他的事 所以从这件事看起来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做一个 example 比如说我要大概的 estimate 3.99 我只要做一个很粗很大略的估计 那我怎么做 我就会先用 linear approximation 所以從這地方得到的概念是什麼 我如果考慮我的 f 是 square root of x 因為我考慮了 square root 我考慮這個函數 那我很清楚 f 是 2 square root of 4 equal to 2 那麼 f 等於多少 我可以算一下嘛 對不對 limit x 出現於 4 根號 x 減掉 2 除上 x 減掉 4 可以吧 到現在我只有定義嘛 對不對 所以我要會算這個極限嘛 所以我等於是再把上個禮拜的東西 回過頭來為什麼極限的部分 我們要考慮這種極限 事實上我在處理它的微分的時候 我的確會碰到這種極限啊 不是嗎 這個有問題嗎 這個獅子有問題嗎 沒有齁 好 所以上次我們說過 這樣子的極限我怎麼處理 當 x 減掉 4 的時候分子趨近於 0 分母也趨近於 0 分母也趨近於 0 所以它應該有些東西可以消掉 OK 在我腦子裡頭這樣想 所以我會怎麼樣把分子有理化 上次我們講過了 這是一個技巧 所以我會把它分子分母同乘 根號 x 加上 2 去處理這件事 所以分子分母同乘 根號 x 減 2 的 conjugate 之後 這兩個相乘會等於什麼 x 減掉 4 可以嗎 不要超 千萬不要超 好 你只要把這個例子放出來就知道 OK 或者回家也不必記得這個例子 你就自己出一個問題 考你自己 看你自己會不會 就好了 OK 好 所以這個 x 減 4 跟這個 x 減 4 是可以消掉的 所以這個 4 就剩下 1 除上 根號 x 加上 2 當 x 減近於 4 的時候 分母不會為 0 了 這邊會變成什麼 2 加 2 所以這個答案是什麼 四分之一 OK 所以在 4 那個點 我是很清楚的 照這邊這個 idea 我很清楚 我的 f 的 x 現在我的 x 是多少 是 3.99 看到沒 差不多差不多是 f 的 4 就是 加上 f 的 4 乘上 x 減掉 4 因為我的 3.99 是靠近 4 的 我要以 4 當作我的基準 好 所以這邊呢 這個東西會等於 2 加上 1 4 乘上 x 減掉 4 是不是 就是 那麼我現在 x 是多少 是 3.99 x 是 3.99 的時候 x 減掉 4 是負的喔 對吧 所以這邊是多少 負的 0.01 所以這一項是等於 負的 0.01 所以表示什麼 這邊算出來應該等於多少 2 減掉 0.01 除上 4 應該是等於多少 0.0 025吧 可以吧 OK 所以你就知道 根號 3.99 應該差不多 差不多是多少 1.9975 應該還可以 大家不信的話 就拿起你手機 和計算機 稍微算一下看看 它不會是一個很差的 那當然也要看函數的狀況 當然你說 可是我不知道它的誤差估計是多少 在現在我們不知道 在後面我們在學的時候 等到我們後面幾章在討論 逼近的時候 我們會告訴大家 它的誤差大概是多少 所以的確你是可以算誤差的喔 可是這邊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 這個函數如果可為的意思 就是在 你說在A那個點可為的意思 在X等於A可為的意思表示 它的函數在A點附近的行為 就很像它的切線 你如果實在是 沒什麼概念 或者你要做一些預測 你就把它當作它的 就把它當作直線來算 不會有太大的狀況 OK 直線會對的 差不多就會對 你會有一個很清楚的概念 大概這個函數的 的情形是什麼樣 所以為什麼 為什麼要不要討論微分 在很多地方 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 這個重要的概念 尤其大家在學微二的時候 或者你後面 在討論其他的公數的時候 我們在考慮一個很複雜的方程式 或考慮一個很複雜的 微分方程式的時候 可能我第一步會做的是 先去看一下 如果我把整件事情線性化以後 它是不是可以解 它的解的狀況會是長什麼樣子 這是至少我第一步 可以approach的事情 所以這一點我希望是 你學過微激分以後 至少這件事情要知道 或者是哪一天有一個人 拿著刀架你脖子說 你要告訴我 更號3.99是多少 否則 怎麼樣 否則你身上的錢 通常給我之類的 你還可以有一點點東西出來 知道說 大概是多少 因為這邊事實上 你可以大概去用手算一下 OK 好 那麼 所以這一塊的東西 是通常 我們會說 OK 我們會說這個地方的 這個函數 是這個f of x 在 a 這個點附近的 我們會說這個linearization 好 我把這個函數linearize 對 我們會說這個 呢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